那接下来 快速点两下之后 我们就要把 刚刚那个资料 整个位进来 因为你没有资料 怎么做分析 对不对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取得资料 不过 我先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画图的地方 这是我们可以画哪些图 所以他这边有视觉效果 这个点点点是更多 他网络上放了13400种图 再接下来 他还有可以结合R跟Python 那就千变万化了 所以这边是我们画图的仪表版 这边是画哪些图 他叫视觉效果 现在你有没有看到 那这边栏位 栏位就是我们到底有哪些资料的栏位名称 现在他是不是缩小 为什么缩小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取得资料进来 只要我们取得资料进来 他这边就会自动展开 好 所以如何取得资料 1取得资料图示 1点选取得资料图示 2 2点选档案 资料夹连接 3 3 浏览 本机 下载 买卖 CSV 确定 确定 然后他会出现 11个档案的清单 这个时候就直接点合并并展入 那CSV没有很多张工作表 所以他也不会跳出像刚刚你是要 让我们再继续去选 确定 好 那你怎么知道做完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你做完 做完这边会有一个叫做这个 CSV 就是那个资料夹名称 CSV 然后你扁一下打开 这些就是那些栏位 而且都是你们懂得的栏位 可以吗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就代表说我已经成功的完成取得资料 可是假设你想要回到刚刚那个仪表板 它是在这里 是上面这个图示 好 这边有三个很重要的模式 第一个是看图的 它叫报表 第二个看资料的模式 资料模式 所以它就叫资料 第三个是 假设你今天你有很多个资料表 第三个模式就是 它其实就是关联 我觉得你想成关联 而且是它的层级是看资料表跟资料表之间的关联 好 有这三个 有这三个 这个模式 好 第一个是看报表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在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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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